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立国 国家还没有成立之前 有一些民族领袖 他们是一族人 在这个民族当中有一些领袖 他们站起来带领整个的民族 对抗别人的欺物 这些民族领袖就叫做士师 他们不是君王 因为还没有国家 没有国家没有什么君王 但是他们是领袖 而在这每一个领袖身上 你都看见神一些很奇妙的工作 这几天我们在分享的是积淀 这个人他最有名的一个 大家最马上会想到的 就是他是个胆怯的人 但是一个胆怯的人 照样可以在上帝的手中 被建造起来 成为一个有承担的人 成为一个愿意接受托付尾身的人 我们每天都只有一点点 读一点点 一小段一小段 但是我真的非常鼓励你 打开圣经来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没有圣经 其实我相信要找到一本圣经 不难 很多教会都有卖圣经 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书房 都有卖圣经 我真的相信 要找到一本圣经 没有那么难 但是你要不要开始打开圣经 自己读 读 不要只是每天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一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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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三分多钟 所以我们只能讲一小段 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 都是一小段一小段 很容易断章取义 我只是这一小段 可是如果你可以整卷 整章 整篇的来读 你会完整的知道 在基电这个人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谢谢主 愿上帝亲自向你的心说话 鼓励你自己读圣经 基电是个胆怯的人 所以他每一步都非常的胆小 一个胆小的人 相对的也是一个谨慎的人 其实你知道 没有哪一种个性是绝对的好 或哪一种个性是绝对的不好 一个很勇敢的人 容易冒进 超过线了 跑太快了 一个胆怯的人 也比较容易小心 做事小心谨慎 基电就是一个胆怯的人 他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所以即便走到这里了 他已经经历了很多 神给他的一些恩典 但是他仍然每一步都在求印证 他又跟神这样说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对神说 他跟神的关系 你有没有发现 是很真实的 他可以这样跟神说 你若果 就是你如果 是真的照着你的话所说的 你要使用我 我给你求一个印证 好不好 谢谢主 我觉得我们的神 就是这样一位恩典的主 祂不是一个高高坐在天上 让你惧怕 让你胆怯 祂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祂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祂知道你的需要 祂知道你的软弱 祂体恤你的软弱 你勇敢地跟他求 即便你告诉他 我胆子很小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证据 愿神垂听你的祷告 祂知道 bytes 祂听你的魔法 祂发声 祂和乡 祂好 Cer Agric